三一重工捐赠给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62米泵车 今天上午8点左右运抵了日本 并且立即开赴千叶线某地培训日本的操作手 以便为辅导第一核电站展开注水降温的作业 经过40多小时的航行 三一重工泵车搭乘苏州号顺利抵达日本大阪港口 据悉这台62米泵车是日本国内有史以来币驾最长的泵车 泵车在抵达大阪港后立即开赴千叶线某地 让三一重工工程师对日本操作手紧急培训 操作手可能来自日本自卫队或消防员 为了让泵车顺利开往福岛第一核电站 日本国土交通省事先已规划好行驶路线 并特意配备警车开道 同时在日本国内燃油紧缺的情况下 东京电力公司还通过日本政府协调石油公司 在沿途加油站备好了泵车所需燃油 以便泵车能够顺利到达目的地 3月19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提出欲购买一台三一重工62米泵车 以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机组注水降温 三一重工了解情况后表示愿意捐赠一台 价值为100万美元的62米泵车持缘日本 东京电力公司立即发函表示接受 并对三一重工的这一业举顺表感谢 方卫视综合报道